现在出发去菜市场还是 Iss都 Iss都是什么 它是一个美食中的一个集中地 有很多美食 到底美食后还是榴莲非常旺 这边榴莲季节是很多人都跑来这边吃 可能价格稍微贵 如果你懂得谈价 还可以拿到一个好价钱 哦 就是也是要砍价 要砍价 好 明白了 好好 这一边像外劳多不多呀 在马来西亚呢 基本上外劳都是比较多 在工厂期或者在市期 然后一般上他们都是做劳动的 好像建筑工人 工厂的工人 或者是一些清洁工人 或者Security 那像马来西亚 他们说像饭店的饭比较贵 也是因为这个本地人工资比较高 是吧 本地人的工资 一般上你要看 如果是刚刚毕业的话 一般上工资是在都没有经验的话 两千到两千五吧 除非那些成绩非常好的 可能可以拿到三千 然后做工作了五年以上的话 基本上工资可以来到三千到五千左右 嗯 那也很棒了 还好 因为这边消费不是这么贵吗 消费其实还好 对 不过基本上呢 可以还可以生活得到 不过基本上如果是你的薪水 能够来到一万以上的话 会更舒服一点 中产阶级 这里全都是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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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边是榴莲 底下我再找 该那边是比较贵一些的 然后这边也有比较平民的 还要找个地方停下来给你下来拍 好的好的 围石街 现在我们进在这个里面去看一看 旁边这就是卖这个油条的 油饼 油饼 这个我们叫油饼 油饼 这边油饼的话这个怎么卖的 都是 这油饼的话 价钱 1块3 1块3 差不多2块左右的 2块左右 应该刚刚调了价钱吧 因为最近这个7月份很多的 7月1号你们全部涨价了对吧 那你看这边也是云吞面 很多各种各样的吃的 东夫鸡脚面也是非常好吃的 嗯 还在哪里能够了解一下你们本地的这个物价呀 比如说肉价菜价之类的 嗯 就要去菜市场 菜市场是吧 对 我们有路过的话可以看一看吧 这个铁应该是都关的 都关哦 就是 这一个呢 在泰国也看得到 我们这边是有叫做是 六味汤 在泰国也是蛮多的 然后我们有更多一点龙眼汤 年薯汤 白果汤 海底椰 各式各样 家庭都在这边 哦 吃本地的炒果条 就是在槟城吃 这边吃跟槟城吃都一样 不 每个老板的工夫都不一样 哼 肯定好吃过八排 好 八排很甜 这边的炒果条 那我就是到了槟城 一定要去尝试一下这个 槟城果条 这边要不要吃我请你吃 哦 我不吃了我不吃了 好了 香港猪肠粉 那这里这一排 基本上全都是吃的啊 炒果条 香港猪肠粉 还有旁边有一个西餐白豆腐 哦 酿豆腐啊 怎么了 咖喱面 又看到咖喱面了 还有马来西亚呢 你会看到很多板面 嗯 板面 OK 有有滩汁的 也有干捞的 这些板面都是马来西亚人 反而发扬不太大 真的是说很棒 早期是叫做面粉鸡 是捏的 嗯 现在是用面条 用鸡鸡 扯出来的 对 然后猪肉黄粉跟泰国的口感有点不一样 不各有特色 嗯 然后这次也是本地的 刚才我们吃的那个鱼鱼翁菜 每个地方做的不一样 刚才那个跟这个是完全不一样 然后它有烤豆腐 然后里面放多一些 嗯 虾酱还有些花生 还有本地的 我们叫做 显国 粮肉糕 到了马六甲我也会去了解一下 然后这边有很多这边的甜点 确实 都是粮肉的 粮肉的 然后一间是传统福建和潮州的 这是马来糕 然后这是叫 古董也是非常好吃 里面有一些椰丝跟虾 虾米 这个是糯米吗 糯米 它是糯米 里面有一些椰丝 很特别 跟粽子一样 不像 这是像甜品 甜品 对 这样 这个叫安吉桂 我今天这个字幕就封了已经 有绿豆的 然后还有花生的 在里面也是很特色 嗯 然后这些都是 包裹的有煮成糕 这个是叫什么啊 这个啊 这个西里姆克 它是糯米饭 OK 然后这个白的 清的是 可以达蜡 达蜡哦 达蜡 嗯 可以达蜡 你可以看煮成糕 一片一片 一层层的 对 然后这一个是下面有糯米的 嗯 然后这是木薯糕 木薯糕 对 然后这排糖糕 啊 这排糖糕这么好吃的 一般上都是选择三样菜了 它有米饭 它这个 米饭 它是都是一样价钱还是价钱不一样 嗯 就比如说肉是肉的 蔬菜是蔬菜 看分量来说呢 嗯 基本上如果是一般上说一肉 一菜或者是一个豆的话 基本上价钱都是在 七块钱左右 不过最近因为这个物价起 可能是会 起多一个一块钱 嗯 当然分量你需要拿太多了 刚刚好一碗饭 然后有很多种给你选择 所以一般上对马来西亚人 吃炸饭是对方店一块的 又清净 可以各种挑的对吧 对 而且很多种你可以选择 嗯 旁边也看到了一个泰国猪脚饭啊 上面写的泰国清迈正宗猪脚饭 这个你吃过吗 这个超好吃 我每次来东西吃 真的滑的好吃 好吃啊 真的好吃 可以 什么都有 烤鸭 炭卤烤鸭 你看什么都有啊 还有腊肉呢 这是猪肉还是 叉烧 叉烧肉 叉烧肉 我还想叉烧肉是真的超级好吃 每一间店有每一间店的 这是适童的料理 真的很棒 嗯 也是跟鸡鸡饭差不多一样 它只是鸡鸡饭 看吃的呢 还是要从这个时间段来挑啊 比如说中午或者晚上 那我们刚刚那边呢 就是大部分都已经关了 这是一个水果汤味蛋 好多榴莲 哎呦 我看到那一排都是榴莲 各种各样的 对 哦它是有3A级 5A级 4A级 他们说像这些榴莲都是有编号 对吧 都有编号 ABC A级的话 地方上是出口 嗯 那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出口的吧 应该是 这基本上有些出口真好 也有老板说介绍一下 没有 哎呀 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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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这边的榴莲 基本上是 现在快到末尾了吧 还有两三个礼拜 就差不多了 嗯那这边榴莲 大部分都是出口吧 嗯 像黑刺他们说 基本上百分之九十多 或九十九多都出口到中国了 对对对对 哦今年产量怎么样 今年产量比较少 哦 像这边榴莲在本地吃的话 像这个也是85一个 还是一公斤啊 一公斤 一公斤对吧 反量少 而且它现在目前黑刺是所有榴莲在马来家里面 它是非常饭的 因为它口感的它的甜味和它的香味 尤其是苦味带苦 对不对 怎样分吃黑刺跟猫山 例如一个四个黑刺呢 黑刺在这边啊 哦 这是黑刺 这一个刺看没有 哦 对对有黑黑的刺 对 明白了明白了 猫山王就没有这个刺 可是是五角星 通常的每个里面都会五角星的 嗯 这个买五角星 猫山王五角星 这个没有是吧 哦不是 这个有有有 五角星 五个角就五个板 哦明白了 就一二三四五个角 就是这个刺啊 哪样鞋拍 有个黑黑的刺 看到了 行谢谢老板 这边你吃不吃 你吃不吃 你要吃我陪你吃 我我买一个啊 闯一闯黑刺好不好 吃啊 好好来一个黑刺吧 就这里了 五次了 老板你推荐一个吧 推荐一个真的要好吃 帮真的 甜啊 泰国里面比较哦 哈哈哈哈 我不敢 我不敢比较了啊 泰国的采的没有香味的 哈哈 九十六块这里 好好没问题 嗯 可以 你算便宜一点吗老板 很便宜哦 嗯好 九十六 嗯不好包换不好包换啊 哦 这边不好是包换的啊 对 对 可以 品质保证 哈哈 来坐那里 啊 咱们就随便挑一个吧 来这边吧 好 这肉 天呐 感觉像是甜品 毛山王是金黄啊 这个是橙黄 嗯 橙色啊 哇 所以这个可以啊 那咱们就吃起来吧 好 吃完下榴莲有点很有诚实感 每一种榴莲不一样的诚实感 你们慢慢吃 那味道真的是 有些带肝 有些带回肝 有些带香 甜 它很有诚实感 这个回肝味更快一些 对 它真的是比毛山王好 盒子很绵密 嗯 嗯 嗯 啊 K4是最好的吧 嗯 吃多一点 我会不吃 没事 也吃不动了 就吃完马来西亚榴莲 咱们以后就别会太过吃亏了 也不贵 这个是95是吧 96 96不贵 很绵密 如果你麻烦的写贵 冰箱里面冷冻过来吃 好像吃骨鞋 写高一样 水高 嗯 我相信真的要吃黑色的 这样子这样一小粒 都要一千人民币 几千 一千吧 我不太清楚 应该差不多呢 因为毛山王都要 四百六五百 对 嗯 嗯 可以 它那边有免费的水 现在在吃这个榴莲 你知道什么感觉吗 我发现它的层次不一样 感觉像在恋爱 哇 真的 啊 每一口都感觉是在 天然比激凌 就是每一口有没有 不同的惊喜在里面 嗯 好榴莲就是好 说完吃完这一块你觉得够了 你觉得哎呀很享受这种 费油 对 对 那你吃这里 感觉到里面有干苦的味道吗 还是干甜的味道 干甜 刚开始是苦的 对 但是它回甘很快 那天我吃这个就连接吧 就是你吃着我吃了好几口才会吃到甜味 但是这个你一口下去 它可能过不了十几秒的嘛 你立马就能够尝那种干甜的味道 对 而且呢如果你把它放在冰箱里面冷冻锅你再吃了 我告诉你超级好吃 是吗 味道更加更加趣味 我最难吃 这还有吧 这没有了 这里这里面还有一个对 再一个来 好爽啊 我吃不了这么多 我吃了一小块 我随时都可以吃 我不要我不要我 我是不能吃太多吃太多了我下面就没法吃了 这个是盐对吧 对盐一少许的盐倒在里面 然后再加一点奶和水 好 你用水 这个是用来干嘛的呀 解薯 解薯 对 然后倒进去是吧 对倒进去 然后搅拌再多一点的东西 再多一点搅拌 然后这样喝 然后再帮助你解薯 然后我就直接喝是吧 对直接喝 我再拿起来喝 拿不起来 这个太扎了 怪怪的 不是说难吃 这东西看我们解薯 解薯 对 就是在外面天气热的吃完榴莲来 让你吃下对吧 对可以好 让你不容易发热 我的天呐 这个不跟你们本地的来 我都真的不知道这个这个东西是这样的啊 太过没有人教你们这样吃吗 没有 好 今天这个我这个技能得到了大马的观众咱就不说了 其他比海外的观众或其他国家的来到马来西亚吃榴莲 现在会了吧 不管是黑刺也好还是猫山王也好都可以这样的吧 对 解薯 普通榴莲都可以 解薯的啊 咱们在泰国也这么吃 干一杯 榴莲吃完了 我们看看这边这个啊 黑刺冰城 黑金猫山王啊 这边的价格都不同 然后你看 刚才跟我说冰城红虾王 我去了之后一定要让我去吃一吃 这边感觉像是各种榴莲展品展示啊 主角啊 还有旁边的黑金王苦肉 级别都不一样啊 2A的3A的 当然比如说黑金王有3A4A 是吧这样 比如说黑金王有2A3A4A对吧 这个就是2A的对吧 对对 嗯 下面是品种 然后下面这个AA是等级啊 超级XO 这边就便宜 你看36 但是 这个叫什么 黑刺是真好吃啊 第24 我没想到榴莲品种这么多 还有牛油包 饮用水 哇 这个是水这个是水 这个应该不是榴莲的意思啊 怎么了 这就是普通榴莲 这样就比较远一点 哦 这叫干凤的话 这是香村榴莲 香村 这是普通榴莲 嗯 是 看着品香也确实啊 然后买榴莲就要不要买开的 开了榴莲它的味道就没有那么香 但是在泰国你知道吗 我 他们喜欢吃生硬一点的 就是我们吃的口感 我们叫番薯 是番薯 生番薯 生番薯 对对对对 好 现在去哪呢 那我们先去把生的番薯 塞车 塞车 因为你放工时间会 五车 哦对 那我们先接过去把生 好的 八生是吧 我们去那边吃肉 哎呀我今天吃太多了 太多阿摩 小蝶 都有 中式的都有 然后这一边就不是榴莲 右边去都是榴莲啊 其实有点感觉 对 这里是属于马来西亚什么区 哦这个吉林坡 八生 八生 对哦他刚才还有人跟我说要去八生吃肉骨茶 对要带你去吃肉骨茶 嗯可以那行吧那我就再吃一下吧 就晚饭就绝对就可以了已经 这边有很多中泰式的那种按摩 按摩 哦贵吗 这边做按摩一个小时多少钱啊 一般的话一个小时大概是八十到一百 哦八十到一百 对比泰国来的贵 那肯定要贵 对 泰国遍地都是马沙基嘛 对对对对 所以我们很喜欢去泰国做按摩 哈哈哈哈 去那边吃喝喝 对 这里的话我看好像也是 都是华人店面比较多啊 对吧 中期华人多最多是福建人 嗯 来到这边超市了 我不知道他带我来是看什么 或者了解一下物价也不错啊 菠萝水果之类的还有些香料 这边是什么 方便我们从他在的地方去了解起来 哈哈哈 人呢 人怎么不见了 哎 刚才你上了个厕所呢 我们看一下这边的物价吧 物价主要看什么呢 我也都快忘了 这是哦没有价格啊 价格有很小 很小 一kilo就是啊 全部是一kilo为主 哦 kilo为主 对 这个一公斤大概是十块 十块 这个是 蒜头 这个是 红 红蒜 嗯 洋葱 嗯 嗯 既然没有价钱的话 我们也不好意思问 那这个是香菇啊 哎 木耳香菇啊 这个是 木耳末 木耳末 对啊 一包 这是阿桑 这是马来西亚的一种料理 就是你们吃到一种 酸辣的 他的一种酸的一个 一个 一个 香料来的 嗯 那我想问一下在 吉隆坡生活的话 一个月除了黄租 黄租不算 哦 比如说正常我自己去吃饭 或者做饭的话 一个月开箱是多少钱 一般上都没有自己煮了 一般上中国 马来西亚的华人都是 去外面打包 好像刚才我所讲的经济范 基本上一个 二菜一肉 或者一菜一肉和一蛋的话 大概是整七块到八块 马力 OK 如果是讲早餐的话 基本上五块钱 就可以解决了 甚至有些人少过五块钱 就可以解决一场 然后晚餐的话 也基本上 经济范或炒 炒果条 或者是一些 版面 价钱也介于是 整七块到八块左右 那一定会有一千够吗 马来西亚令吉 其实一千块来讲 如果你这样称的话 其实如果是你不要求的话 是还可以的 哦 平均做是一天给你三十块 差不多 可以 也是够了 一千的话是大概一千五人民币 对 两百三十到左右 对 差不多可以 生活成本也是不高 其实生活成本还好 嗯 最近物价都起了 可能对一些比较 呃 劳劳动级的人 可能会比较影响一些 哦 对 那租房子呢 如果说我租一个就是 平常你们 呃 老百姓就是普通工心住的地方 一个月像一个四十小小 就是一个卧室一个客厅这样的一个房子 带一个卫生间多少钱一个房子的话 你要看地点 有些地方大概是 呃 一间房间 一间客厅 一个小房 一个厕所 一个小厨房 基本上大概七八百都有 哦 如果是好一点的地点 可能是要千 一千到千五 更好的地点的话 可能是两千到三千 嗯 甚至还有更高级的 那我觉得像这个工资在两千左右 就可以做一个七八百的也差不多 基本上如果是两千的人 他都跟人家搭房 就是基本上就是有三个朋友 哦 就是租一间屋子 然后每人各自一间房间 基本上一个月大概是四百到五百多 哦这样会更好一些 到过水电费 那好 跟我们在北京的时候是一样 差不多一样 你租次卧 我租主卧 这边还比北京来的便宜 肯定便宜啊 北京我租五环外 五环边上有一个双桥 我还是三四年前 差不多都要三千八人民 三千五人民币吧好像是 是次卧 还不是主卧 主卧的话更贵 对 多少价格我也忘了 你想想生活成本有多高 对 从不了钱 主卧通常他有一些厕所在里面 冲凉房在里面 所以基本上可能有些主卧要来要还 八百甚至一千 甚至还有更高 那还好算 都算是首都来说也没有那么贵 不错 因为曼谷的我知道是基本上是 三 三万 反正也要在里面 哎呀 好久没有住啊 我也曼谷没有租过房子 反正很贵 反正比吉隆坡贵 对 本定曼谷比吉隆坡来的贵 对 而且他堵车 对 那咱们现在是等朋友 他应该来的 今天你们一直在说 哦 我也看到说八升肉骨茶 反正到这边了 对了我们去吃一吃 有一些观众啊 在问我说肉骨茶的来历正好 哎 让老板让这个朋友叫 也叫羊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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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没问题 大小羊哥 对 好就了解一下这边的肉骨茶历史 好吧 嗯 正好这个好像有这个价钱 对吧 对对对 老板是你朋友 对对 挺好 我们看一看啊 这一小袋油菜是 240g 对吧 对 然后大概2块4 嗯 2块4 差不多价格都是这样 哎我看一看苦瓜 我就是爱吃苦瓜 生吃都可以 对 这一根苦瓜是445g 而且马来西亚苦瓜 不苦 不苦 嗯 4块4毛5 令吉啊 都是令吉 令吉对 羊角豆 这个是我们叫秋葵 秋葵对 对 4块3毛5 哎也是 435克 这好像是一些西兰花 黄瓜之类的 我看看这个黄瓜 黄瓜325克 3块2毛5 我都好像是一克一毛左右 有点 差不多 嗯 茄子啊之类的 嗯 还是蛮好的 其实这边我觉得 像那些中餐的调料也可以买到吧 对 还有一些药材 斑南叶 刚才我跟你说的斑南叶 嗯 这就是我们本身的斑南叶 我们煮甜品或做蛋糕都会用到它 斑南叶它是一种香野来的 很香的你可以吸一下 嗯 嗯 很香 哦就是买来然后包起来 放在汤里面 放在就是洗清洁啊 就你要炖汤也好 你要煮甜品也好 做蛋糕 你把它汁拿出来 嗯 然后就可以做出蛋糕 明白了 然后还有这个是加叶太鸭 好像泰国也是有 只是马来西亚的加叶的香味 跟泰国的完全不一样 这是做什么菜的呀 这个是炒在面包来吃的 嗯 什么味儿啊 好像果酱 这是加叶椰浆 椰浆啊 对 加鸡蛋 好 谢谢 旁边就是喝的了 这个就是喝的 嗯 嗯 很好 哎 三菜 这也是本地产的吧 这个应该是本地产的 对 哦 四川特产 哦 四川菜 四川菜啊 这边是一些泡菜 香叶你看这边都很多啊 还有这些其他的调料